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可我知道 他说谎了 他的手机上根本没有任何团购点评之类的软件 他嫌麻烦 懒得用 他出门用餐一向都是直接结账 更何况是带客户出去吃饭 所以他为什么会撒谎呢 家家吃饭的时候 我起身说要到楼下买点水果 他盯着手机 头都没抬 嘱咐我买点橙子 不知什么时候起 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 他跟我主动说的十句话 九句话都是吩咐 我把垃圾袋拎出来 他突然叫住我 垃圾放大吧 我吃完了一起扔下去 我拒绝了 直接拎着垃圾出门 到了楼下 我把垃圾袋丢进大垃圾桶里 走了几步 在一层茂盛的灌木丛后找了地方 我站着静静等候 不一会儿 我看到了家家 他从一楼大门走出来 先是四股张望了一番 右脚步匆匆地朝垃圾桶这边走来 站在垃圾桶边 他一眼就看到了 我刚才扔进去的垃圾袋 他明显松了口气 伸手一把捞起垃圾袋 打开袋子 翻找两下 他用指尖轻轻挑起那个擎天柱挂件 他盯着那个小挂件 像是想到什么有趣的人 眼里勤着笑 全是真实与欢喜 这样的眼神 我很久没看到过了 他给的 全是闲物 我比家家大了十岁 他说喜欢我的时候 我觉得简直天方夜谭 我果断拒绝 可是他根本不放弃 他说 他喜欢大叔 喜欢大叔的成熟稳重 喜欢大叔会疼人 他无比嫌弃姐弟恋 觉得年龄小的男生 幼稚 冲动 可现在 我不得不承认 我的妻子 这个追了我多年的人 这个口口声声 永远爱我的人 这个全世界都认为 他会对我死心塌地的人 他的心 开始飘忽了 至于他有没有实质性出轨 这个还等待 我去发掘 那天晚上 我什么都没说 什么也没问 我要等 等到一个石锤出现 我像平时一样 洗漱完躺在床上 关灯的时候 佳佳还在玩手机 他打字的速度很快 像是在频繁回什么人的消息 每次回消息 或是打电话 他都不自觉带着笑 我脑海中想到的 竟然不是被背叛的屈辱 而是在想 对方多大 是四十多了 还是五十多了 闭卓言躺在床上 我这才惊觉 佳佳好久都没有抱着我睡觉了 以前 他每天晚上 都要像只八爪鱼一样 紧紧缠在我身上 他撒娇说 不抱着我就睡不着 可他已经很久没有靠近我了 我主动靠近 他总是把我推一遍 他说 我的呼吸太重 吵到他了 黑夜里 我静静想了很久 想我和佳佳的过去 还有未来 直到 我听到旁边传来的 绵长的呼吸声 佳佳睡着了 我轻轻坐起身 伸长胳膊 从他枕边 拿起了他的手机 佳佳的手机密码 是我生日 甚至还录了我的指纹 当时 他缠着我要我录指纹 我是拒绝的 我认为 人和人之间 还是要保有一定的私密距离 不管他们的关系 有多亲密 可佳佳不一 非要说他在我面前 没有任何秘密 他捏着我的食指 亲手录进了他的手机里 可能那时候他说的是真心话吧 只是他也想不到 人心是会变的 他这么快就变心了 开始对别的男生感兴趣了 点开佳佳的微信 最上面的头像 是巨人好客的照片 点进去 密密麻麻 全是刚才一个小时内的聊天内容 在之前的 就没有了 看来佳佳很警惕 每次聊天后 都会及时清理消息 估计是刚才佳佳以为我已经睡着了 才没有把刚刚的聊天记录删除 他们两个还真能聊 也就一个多小时 聊的内容抵得上 我跟佳佳一个星期的聊天总和了 男生的名字叫杨一轩 听着有些耳熟 他们从上班时 男生偷偷看了佳佳几眼 聊到中午定的餐好难吃 从最近总是下雨的天气 聊到两人共同喜欢的摇滚乐队 可谓无话不谈 以前我和佳佳也是这样 他说的多我说的少 但那时候 我们的聊天记录 可以一直翻都翻不完 像是没有尽头一样 现在 他和杨一轩的聊天 虽然男生说的多 但佳佳也是每一句都有回应 他很照顾男生的情绪 不会让他的话落地 男生像小鸟一样 叽叽喳喳 一会儿抱怨 下雨天坐车很麻烦 打伞去地铁 会把鞋子打湿 一会儿又说最近胃口不好 一个月瘦了三斤 一会儿又说那个乐队要来开巡演了 可席票太贵 佳佳立马给他包了一个月的专车 杨一轩发了个惊喜的表情包过来 专车司机又不是你 我想坐你的车上班 佳佳回他 想我让当司机 美得你 杨一轩发了一个气呼呼的表情包过来 佳佳回他一个拍拍头的表情 乖 明天中午带你去吃好吃的 不能再瘦了 我要心疼了 我在脑海快速搜集这个名字 终于确定了这人是谁 开年过后 佳佳曾经提到过 公司新来了几个实习生 他说 那几个实习生 是他大学时的指导员推荐过来的 也就走个过场 在实习证名上混个张盖盖 他说 跟以前的指导员关系不错 不好拒绝 没多久 我就听他无意间抱怨 说是那几个实习生中 有个刺头 一个00后小男生 那个男生每天一到晚上 就准点下班 一分钟都不多留 哪怕手头上的工作 还差一点就完成了 他也照走不悟 他说 打工人最快乐的一刻 就是下班 他不仅自己不加班 还鼓动其他几个人 不许加班 说加班是卖自己的命帮资本家挣钱 有一次 因为赶项目 整个公司周末都在加班 除了几个实习生 为了加快进度 项目组长给实习生一个个打电话 让他们来帮个忙 承诺会给加班费 其他几个人都答应了 除了那个男生 他直接拒绝 说除非给五倍的加班费 把组长都整猛了 佳佳当时对这个男生颇有微词 不然不会在家里提起他 他一向不喜欢在家里谈公事 他说 家里要保持温馨愉快的氛围 工作上的事就该在外面谈 我记得 他当时一边吃饭 一边气愤到 那个杨一轩真搞笑 公然在办公室宣扬 说他们00后要来整顿职场了 原来是他 我记得他才23岁 比佳佳小五岁 所以 是口味变了吗 我关掉聊天框 新的聊天信息弹出 是他闺蜜 鬼使神差的 我点开看了看 网上翻 我看见佳佳发的微信 成又是对我很好 但是 我总觉得 他有老人味 他发了个调皮的表情 还是小奶狗好 真像 我的世界 轰然倒塌 第二天早上 佳佳出门上班 五分钟后 我跟在他后面出去 我打了一辆车 静静跟在他的车后面 佳佳的车子 没有直接开去公司 而是在一家 网红甜品店前 停了下来 这家甜品店 最近才开业 网上的宣传气势很足 哪怕是早上 也有人在排队 一席红裙 美艳动人的佳佳 站在满是 年轻男女的队伍中 显得格格不入 他出色的外表 吸引身旁的男生们 频频侧头打量 我给了司机一笔 可观的费用 让他把车子 停在甜品店门口的 合适位置 保证我坐在车里 也能清楚地看到 佳佳的一举一动 排队等待的过程中 佳佳从兜里 掏出了那个 擎天柱挂式 重新挂在手机上 他对着手机屏幕 微笑打字 挂着的那个 小擎天柱 一晃一晃 25分钟后 佳佳终于买到 他想要的甜点 拎着那块 漂亮的草莓慕斯上车 他继续朝公司开去 我在佳佳公司楼下的 咖啡厅坐了一上午 这里可以看到 电梯的位置 还好 他俩没让我失望 我没白等一上午 中午 他俩从电梯出来 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杨一轩的真容 跟照片里差不多 阳光俊朗 唇红齿白 确实很青春的样子 跟他们一起的 还有佳佳的合作伙伴 也是他曾经的 摄友蒋淑姨 在大楼门口 蒋淑姨冲佳 挤了几眼睛 然后挥了挥手 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全程 那个杨一轩 都挽着佳佳的胳膊 看来 他俩的关系 在公司 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跟在他们身后不远处 看到他们进了 隔壁大楼的一家餐厅 这两人还挺招摇 直接选了 靠近落地窗的位置 完全不怕被看到 站在餐厅外 透过落地窗 我能清楚地看到 他俩的互动 两人没有对面坐 而是亲密地坐在一起 等菜的途中 杨一轩就靠在 佳佳的肩头 她打开手机 指着什么内容给她看 两人就这么 肩碰肩头碰头 一起看着 同一个手机屏幕 佳佳开口说了句什么 杨一轩双眼发光 激动地抱着她的脸 就亲了一口 杨一轩的嘴巴刚离开 佳佳却按住了她的头 直接亲了上去 服务员来上菜时 都低着头 不敢看他俩 我从没见过佳佳这副模样 在公共场合如此高调 肆意 张扬 不顾他人的眼光 杨一轩则是乖顺地 依偎在他怀里 任由他凶狠地亲着 我想 如果是我 肯定一把推开佳佳了吧 我性格平和 不喜高调 尤其在公众场合 不愿意成为众人的焦点 以前 跟佳佳热恋的时候 她不是没拉着 我在外面热吻 但每次我都害羞地 推开了她 我不想成为别人 指指点点的对象 佳佳一向对我有求必应 从不会拒绝 我的任何要求 在我表达了几次抗拒之后 她就没有再在外面亲我了 她总是无奈地对我说 老公 你怎么这么害羞 我们两人出门 顶多就是拉个手 此刻 我看着佳佳眼中的 不羁和快意 很明显 她乐在其中 她一向这样 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 行尸自艺 我想 这才是她最真实的一面吧 平时和我在一起 她都是在压抑着 自己的真性情吧 她为了我 变得规矩手里 或许 她的内心也觉得委屈 所以 她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可能对于她来说 这也算不上背叛吧 佳佳本性就狂放不羁 没有什么能束缚住她 不束缚了 正脱开就是了 出轨 对于她来说 也就是件随性而为的事 谈不上背叛 吃完饭 两人手拉手回了公司 我继续在咖啡厅坐着 到了晚上 两人又一起从电梯出来 我看着他们 走到大楼门口的广场处 也跟着走了出去 站在巨大援助后 我能清楚听到他们说话 姐姐 你就送送我吧 就一次好不好 杨一轩拉着佳佳的胳膊撒娇 你还没送过我回家呢 听话 佳佳拍了下她的脑袋 语气不容置疑 好吧 杨一轩咬着嘴唇 搭拉着脑袋 可怜巴巴地朝路边走 那模样 看着像一只被人抛弃的小狗 佳佳看着她的背影几秒 忽然开口 杨一轩 男生转过头 满眼疑惑 站在这儿等我 他丢下一句话 转身外部 男生像是才反应过来 眼睛里泛起小星星 他兴奋地扑过来 抱着佳佳 像只猴子一样 整个人扒在他身上 姐姐 你答应送我了对不对 他巴基亲了他一口 姐姐真好 下来 等着 我去开车 不要 我陪你一起去车库 刚结婚时 佳佳曾承诺 只要不加班 每天晚上都会来陪我吃晚饭 他说 要早出早回 好好工作 好好陪我 做一个贤妻 这几年 他也都做到了自己的承诺 除非加班或出差 每天一下班就回家 从无例外 五点半下班 他基本上都能在六点四十前回家 今天 他要送别的男生回家了 我默默跟到车库 亲眼看着他 打开副驾的门 让杨一轩坐进去 车子启动 绝尘而去 我一个人回了家 六点半时 佳佳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老公 手头有点是没做完 今天要加班 晚上别等我吃饭了呀 你点个外卖吧 晚上回来 给你带你最喜欢的 那家卤味 爱你 坐在沙发上 我盯着墙上的时钟 到了八点 佳佳还没回来 这是婚后第一次 佳佳没有加班 却没按时回家 他还对我撒谎 他的魄力 都是因为另一个男人 魄力 往往是心动的开始 因为不能再保持理性 佳佳的心 开始偏移了 八点半 我正准备打电话时 门口传来动静 老公 我回来了 佳佳把手里的袋子 放在桌上 晚上吃的什么 带了你最喜欢的卤味 赶紧吃点 你去哪了 我抬头 不是说了吗 加班 真的 我怀疑地看过去 我哪敢骗你呀 他嬉笑 这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手机拿来 突击检查 我伸出手瞪他 看你有没有撒谎 老公 我太感动了 这还是你第一次 要检查我手机 说明你开始紧张我了 佳佳掏出手机 放在我手心 我从不知道 他竟然这么会演戏 明明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表情上 却看不出任何痕迹 我看着放在手里的手机 上面那个晴天柱娃娃 已经不在了 看来 他在回家前取了下来 用自己的指纹打开手机 微信里 关于杨一轩的痕迹 也都删干净了 连通讯录里 都没有这个名字了 还你 我把手机丢过去 算你通过检查 那肯定呀 佳佳接过手机 您是如来佛 我是孙猴子 再怎样 也翻不出您的手掌心呀 夜里 等佳佳睡着 我又拿起了她的手机 打开微信 里面清清白白 睡之前 我明明看到佳佳又在发微信 从她含笑的表情可以看出 对面应该是杨一轩 看来 她睡之前 把聊天记录删了 她更加小心翼翼了 正准备把手机放回去 她在我掌心里震动了一下 有人发消息过来 我点开微信 看到最上面那个熟悉的好客 是杨一轩 讨厌姐姐 明明中午答应 陪我去看演唱会 现在又后悔 我生气了 哄不好的那种 我把消息改成未读模式 又把手机放回去 演唱会 我想起中午 杨一轩激动地抱着佳佳亲了一口 应该是那个时候 她承诺要带她一起去看演唱会吧 可是为什么又反悔了呢 我记得 他们昨天的聊天记录里 提到过那个共同喜欢的摇滚乐队 好像是最近要来这座城市开演唱来着 我打开手机 搜索那个乐队的名字 的确 他们的演唱会 就定在下个星期六 开演唱会的体育馆 离我们的住处 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我又看了一眼日期 怪不得 这一天 是我的生日 可能 中午家家答应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到 演唱会这天是我的生日 晚上她又想起来了 又改了主意 惹得杨一轩生气 在我和杨一轩之间 她选择了我 我是该感动吗 我起身到了车库 打开车门 我检查了一下 到处都很干净 没有任何痕迹 打开行车记录仪 今天晚上的记录 全部被删掉了 她做事还挺周全 关上车门 我转身回家 第二天晚上 我遗憾地告诉佳佳 下周要去南方 参加一场画展 这个画展之前邀请过我 对我拒绝了 这件事 佳佳并不知道 刚好是生日那两天 有点遗憾 不能跟你一起过生日了 我闷闷不乐道 没关系的老公 等你回来了 我再给你补一个生日 佳佳安慰我 可我从她的美语间 读出了一丝雀跃 对于心已经偏了的女人 我不屑再要了 哪怕她曾经是我爱的人 不能一起看演唱会是吧 那我就帮你们创造机会 喜欢出轨 我就推你们一把 让你们尽兴 到了出差那天 佳佳把我送到了机场 她刚刚离开 我就掉头出了机场 我回到小区附近 找家酒店开了间房住下 这两天 我就躺在酒店休息 至于跟踪佳佳和杨一轩 我已经懒得费那个精力了 直接请了四家侦探 他们也没有让我失望 这两人肆无忌惮的约会 粘在一起 加上之前我第一次看到 他们吃饭时拍的照片和视频 现在 我的手上有了不少佳佳出轨的证据 不过 佳佳还算有点底线 没把杨一轩带到家里去 这天晚上 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给她的好姐妹 蒋书仪打电话 可能是喝了点酒 说起话来更是魂不立 我告诉你 弟弟的滋味 妙不可言 蒋书仪 我劝你悠着点 你俩现在在公司太招摇了 咱公司那么多人认识程佑哥 你就不怕有人在她那说露嘴 家家无所谓的模样 她知道就知道呗 不是 你来真的呀 不是玩玩吗 别忘了当年你费了多大功夫 才追上程佑哥的 她可不是眼里能容杀的人 真让她知道这事了 你俩指定玩玩 你舍得 家家还真思索了片刻 说真的 舍不得 那你还敢这么玩 我舍不得跟程佑分开 我还爱她 所以我也清楚地知道 她还爱我 她也舍不得离开我 既然不想离婚 我劝你适可而止 趁着程佑哥还没发觉 赶紧把人打发了 过段时间吧 不是 杨一轩也不是什么角色帅哥呀 你还放不下了 何况这男的虚荣 肤浅 还喜欢使小性子 你到底看上她哪了 家家叹了口气 你不懂 大叔是好 但相处久了 日子就会变得像白开水一样 寡淡无味 她倾笑 还是弟弟有趣 连发脾气都带着生动可爱 你呀 讲书一扎舌 身在福中不知福 反正作为姐妹 该劝的我也都劝了 你是个成年人 该做什么心里有数 好自为之吧 放心吧 我不会离婚的 家家说着挂了电话 通过手机里的摄像头软件 家家这通电话 我听得清清楚楚 听完后 我就把这段视频保存了下来 家里客厅的摄像头 早就坏了 我和家家也准备去换一个 但因为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一直没抽出时间去办 这次假装出差之前 我买了新摄像头换上了 并且没告诉家家 本来是想以防万一 她如果带杨一轩回家 我可以储备更多的证据 家家还是不了解我 我是还爱她 这次发现她出轨 我没有大哭大闹 那是因为我本身偏理性 不是情绪外放的性格 但这并不表示我不难过 不通心 我也会半夜躲在被子里 默默流泪 不过 就算再伤心欲绝 我也必须离婚 对待婚姻 我有底线 出轨绝对不能容忍 也不会原谅 哪怕我对她还残留有感情 但抵不过我的原则 我爱她 但我有属于我作为男性的尊严 我不能放任自己在一段破裂的感情里 继续受伤 任何时候 最重要的是 都是保护好自己 演唱会那天 我来到了现场 就站在他们两人的鞋后方 我查到杨一轩的手机号 顺藤摸瓜 在网上搜到她的某书账号 她在那个账号里 晒过演唱会的门票 根据他们的座位号 我在网上高价买到了现在的票 这个位置 能刚好看到他们的互动 但不被他们发现 整个演唱会 他们全程都像热恋的普通情侣那样 手牵手唱歌 激动时接吻 哦 他们还穿了情侣衫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以为 家家起码会做点表面功夫 给我打个电话 或发个微信 祝贺一下 但她没有 直到演唱会结束 我看着他们进了酒店 这时已经过了12点 可能是玩得太尽兴 家家忘了我的生日 我在他们留宿的酒店 开了间房 很奇怪的是 连续失眠的我 这天晚上却睡得出起乡 可能是因为 事情马上就要有个了断了吧 一直悬着的心 也能放下了 一大早 我订的闹钟就响了 洗漱完毕 还不到6点 我想 他们总不会这么早就离开了吧 在酒店大堂沙发坐下 我开始静静等待 等到8点左右 他们还没出来 我干脆掏出平板和触屏笔 开始画画 积攒的几个单子 还没画完呢 画完一张稿子 已经10点半了 我收拾好平板 站起身四处活动下 刚走了几步 两道熟悉的身影 从电梯处走来 他们可真能睡啊 这都快到中午了 杨艺轩还没睡醒的样子 满着嘉嘉的胳膊 没骨头一样 靠在他身上 姐姐 我中午想吃牛排 音调娇憨 撒娇味十足 嘉嘉坏笑 叫主人 就带你去吃 杨艺轩瞪大眼睛 捶了他一下 变态 不正经 你就说喊不喊 喊就喊 谁怕谁 杨艺轩昂起脑袋 夹着嗓子 嗲声嗲气 主人 带我去吃牛排吗 乖 嘉嘉话没说完 却忽然顿住 他盯着前面不远处 整个人僵硬的像一座雕像 我在他的注视下 面带微笑 缓缓走到他跟前 嘉嘉的表情 从刚开始的错愕 惊慌到慢慢放松 他轻吃了一下 就这么静静看着我 杨艺轩应该是知道我是谁 我从他眼里读到了慌乱 以及心虚 他急忙想要把挽着嘉嘉的胳膊放下 嘉嘉却伸出手 按住了他的胳膊 不让他动 像是要破罐子破摔一样 嘉嘉勾起唇角 语气顽劣 哎呀 被哥哥发现了呢 坐下谈谈 我语气温和 谈什么 离婚 离婚 嘉嘉咬牙 你要跟我离婚 这种情况 你觉得我们的婚姻还能继续 我看向他旁边忍不住窃喜的男生 你不着急 或许有人急了呢 好 现在就谈 嘉嘉语气愤怒 那个 我要不要回避一下 杨艺轩昂着脑袋 看向嘉嘉 回避什么 嘉嘉一把搂住他 这也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 你就不关心一下 叔叔不会在意吧 杨艺轩冲我眨巴着眼睛 那就一起来吧 咱们速战速决 我们三人直接在酒店大堂的沙发坐下 我从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离婚协议 递给嘉嘉 他随意扫了几眼 呵 连这个都准备好了 哥哥是有备而来吗 财产分配方面 你的公司还是你的 但存款和固定资产 我要占大头 毕竟你是过错方 我冷淡陈述道 嘉嘉又看向协议 重点浏览财产分配那一块 你这是 除了我自己的公司 基本上是让我净身出户了 他挑眉 哥哥果然是哥哥 这是一点亏都不肯吃呀 旁边的杨艺轩坐不住了 凭什么 家里的钱都是家家挣的 你有什么资格都拿走 凭我是他合法的老公 而且掌握了你们出轨的确凿证据 不仅如此 我还要追回他 在你身上花的每一分钱 这也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你 杨艺轩气的脸都红了 够了 家家猛地站起身 不就是离婚吗 离就离 说着他拿出笔 在协议上签了字 我收起协议 微笑 周一上午 民政局见 走到酒店大门口时 我听到身后 喷的一声巨响 回过头 沙发前的茶几 被家家一脚踢翻 他气愤地又连踹几脚 旁边的杨艺轩 吓得一动不动 我不再理会 淡然离开 周一上午九点 我准时出现在民政局门口 十分钟后 家家牵着杨艺轩一起出现 我们一起排队等候 全程没有说一句话 只有旁边的杨艺轩 在叽叽喳喳 姐姐 以后我们把房子 买在公司旁边好不好 这样一起上班就方便了 房子 我想自己设计装修 我收藏了好多装修方案呢 还有 卧室我要装成电竞风 你不答应我就把你赶出去睡沙发 家家勾起嘴角 多依你 轮到我们 顺利登记完后 我们分道扬镳 各自开车离去 只等一个月后来领证 因为还没拿到离婚证 我怕中间出现什么变故 就暂时没有删掉 家家的联系方式 也因此刷到 她频繁更新的朋友圈动态 家家重新开始玩机车了 看来 跟我结婚这几年 她压抑坏了 一离婚 就立马恢复了本性 家家比我小太多了 我已经中年了 她却正当年轻 正是爱玩的年纪 以前 机车是家家的最爱 跟她在一起后 我坐过一次她的机车 实在受不了那种超速的刺激感 后来 无论她怎么哀求 我都不肯再坐她的机车 她飙车的速度 让我害怕 每次她去跟别人赛车 我都紧张得脸色苍白 浑身发汗 我怕她出事 家家不想让我担心 就慢慢把这个爱好戒掉了 她只偶尔在郊区公路 开一下过过瘾 再也不去跟人比赛飙车了 而现在 她的朋友圈里 每天都是她飙车的照片和视频 她无所顾忌 畅快淋漓 看得出来 她很开心 每次飙车 她的后座都坐着杨一轩 男生的头发在风中凌乱 双手紧紧搂着她的腰 兴奋的脸颊红扑扑 他们年纪相当 正是青春洋溢 肆意玩耍的年纪 男生可以陪着她玩闹 让她尽兴 不像我总是让她扫兴 我和佳佳 无论年纪还是性格 都不合适 可能我们一开始在一起 就是个错误 本是两个世界的人 就不该强硬融合在一起 对于佳佳的出轨 我确实恨 但我现在更想快点离婚 及时纠正这个错误 早日让我的人生恢复正常 可惜 她并不是这么想的 一个月后 我在民政局门口等待佳佳 从9点等到11点 她都没有出现 中途我打了无数电话 她也不接 中午 我打车直接到她的公司 前台认识我 没敢拦 我一路直接闯到佳佳办公室 她和蒋淑仪 正在办公室谈试 看到我 蒋淑仪站起身 你们聊 我先出去 我没有坐下 直接问 上午为什么没去 去哪 她懒洋洋问 民政局 啊 是今天吗 抱歉 我忘记了 别装了 昨天我已经发微信提醒你了 家家拿起手机 不好意思 我把你屏蔽了 没看到消息 现在跟我走 下午去领证 我严谨一该 去不了 下午有个会 佳佳 今天我必须把这个证领了 佳佳脸色沉下来 我说了 今天没空 听说你们的新品马上要上市了 正要开宣讲会呢 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 爆出你出轨的丑闻 我冷淡提醒 哥哥 你真是好样的 佳佳冷笑 咬牙切齿 行 现在就去民政局 我们两人在民政局门口坐了一个多小时 等到工作人员下午上班了 我们是第一队去领证的 拿到离婚证 我终于把心放到肚子里 解决了一件大事 心头一阵轻松 停车场 我正准备上车 佳佳走到我身后 他嘲讽道 这下如你所愿 我回到 应该是如你所愿吧 打开车门 我坐上车 准备发送 佳佳忽然冲过来 弯下腰 趴在车窗处 他愤恨道 我早就想跟你离婚了 大叔 你知道你这人有多无趣吗 稍微刺激点的运动 你都不敢尝试 这也怕那也怕 你恨不得一天24小时 都待在家里 原来 年龄相差大了 果然会有代沟 更可笑的是 你连个脾气都没有 遇到再大的事 你都波澜不惊 你到底是不是个正常人 就连我出轨 你也是一脸平静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你知不知道 跟你在一起生活 就像白开水一样 寡淡无味 我他妈早就受过 这憋屈的日子了 我喜欢刺激 喜欢挑战 喜欢飙车 现在我终于能 痛痛快快玩得够了 我以为 放下了 就能刀枪不入 可是 听到曾经相爱的人 用这样恶毒的话攻击我 心脏传来一阵阵 尖锐的疼痛 我还是被他伤到了 难受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有的人会这样恶劣 明明自己做错事 不愧就不悔改 却理智气壮地去攻击别人 可能 在感情中一味地去包容对方 是我做错了吧 我抬起头 认真看向佳佳 一直到刚才 其实我都没有后悔过 跟你结婚 当初选择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真的动心 也感受到你对我的爱 哪怕后来你变心出轨 我也坦然接受 我是成年人 当初选择跟你这个 小我十几岁的妹妹结婚 就该考虑过你的年龄 性格和脾气 可能带来的所有风险 我理应为自己的所有决定 承担后果 这没什么好后悔的 可是刚才 我后悔了 我后悔当初识人不清 佳佳 我本以为 你只是幼稚 玩性大 脾气坏 可是现在 我才发觉 你没有道德 人品败坏 自私懦弱 你出轨 对婚姻不忠 做错事的明明是你自己 你却不敢面对自己的过错 你反过来指责我 强硬地 把婚姻失败的责任推给我 这样就能让你心安理得了 我挺看不起你的 车子离开的时候 我在后视镜 看到佳佳惊慌失措的脸 回家的途中 等红绿灯时 我才发觉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还是会难过的呀 对曾经相爱的人 这样恶语攻击 我不知道 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明明 佳佳曾经那样高调大胆地追我 那样轰轰烈烈地爱 像炽热的火焰一样 烘烤着我 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那样坦诚 毫无保留的爱 在佳佳身上 我认识到原来一个人的感情 也能像洪水一样 来得快去的快 我第一次见到佳佳时 她还是个18岁出头的小女生 那时候我接了个家教 社友告诉我 是她邻居家小孩 正在读高三 她提醒我 那个小孩性格顽劣 有点难对付 让我好好考虑 当时我想要买一套 新衣区很昂贵的花财 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去了 18岁的佳佳 一头红发 眼神乖张 一看就压根 没有好好学习的打算 做家教的第一天 她打了一下午游戏 同时 我也见识了 她跟人愤怒 对骂的狂躁模样 等到她终于打完游戏 我拿起手上的笔记走过去 刚才看了你之前的课本和试卷 我发现你的基础很薄弱 得从高一从头不起 我给你列了个计划表 按照这个 不是 刚才那么激烈的状况下 你还能有心思写这么多笔记 做这个什么老十字计划 她指着我手里的本子 我拿了你家的钱 就得对你负责 你会骂人吗 她忽然问 嗯 不会 我老实摇头 她嘴角勾起一个恶劣的笑容 这样吧 你帮我做一件事 以后我就好好跟你上课 什么是 你登录我的游戏好 把刚才跟我对骂的那人拉过来再骂一顿 骂赢了 我就听你的 不行 我不会骂人 那你可以走了 明天不用来了 我可以让她给你道歉 行吗 我想了想 她给我道歉 家家兴奋起来 可以呀 于是我登录了游戏 邀请那人组队 等人来了 还不带她开口 我就温声细语地劝她 游戏里骂人是不对的 等我讲了一大段道理 对面来了句 你是那姑娘的谁 我是 她哥哥 哥哥 以后能一起玩游戏吗 如果你跟她道歉 可以 道歉 怎么能不道歉呢 快把咱妹喊来 旁边的家家 一脸憋屈地 接受了她的道歉 我冲她眨眼睛 说话算话 以后听我的 她愣了片刻 好 从那以后 家家还真的乖乖听我的话 我的每一节课 她都认真听讲 其实她是个挺聪明的小孩 真学起来 进步飞速 高三一年 她的成绩排名 以惊人的速度 快速攀升 等到了下学期 最后两个月 她已经稳定 在年级前五十名了 她的爸妈很感谢我 给我包了超大的红包 高考过后 家家突然向我表白了 这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在我眼里 她是妹妹 是小孩 是学生 怎么都不可能是对象 面对我的拒绝 家家像是早有预料 没当回事 她用志在必得的语气 对我道 没关系的哥哥 我有的是耐心 大学开学报到那天 接到家家的电话 我才知道 原来她报了我们学校 她笑嘻嘻告诉我 当然是为了追哥哥 才拼命学习 考到你们学校的 我拒绝了家家无数次 从她大一到大三 她从没放弃过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她动心的 只知道 面对她小狗一样 可怜巴巴的眼神 默默的神态 我越来越不忍心 在我工作后 有一次 她从实习的外地赶过来 冒着大雨等在楼下 就是为了给我过生日 我忽然被她的勇气感染了 不就是小十几岁吗 有什么好胆怯的 大不了就是一场失恋 又不是承担不起 那天晚上 出现蜡烛 我告诉家家 我们试试吧 她狠狠抱住了我 眼泪滑落在我的耳畔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哭 平心而论 谈恋爱时 家家是一个好女友 她在外地实习半年 每周末都坐高铁 回来看我 不厌其烦 我说 不用她每次回来 我们可以换着来 这周她来看我 那下周就换我去看她 她不同意 说不想我周车劳顿 你工作一周了 周末就在家好好休息 我是年轻人 受点累应该的 怎么舍得让你累着 我又说 一周回一次太频繁了 可以两周 或一个月回来一次就行了 她更加不同意了 捧着我的脸说 我想你 每天都想你 一个星期才能见一次 你还要剥夺我的机会 真是很新呀 就这样 半年的异地 她每周都回来 从没耽搁过一次 她尊重我的想法 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我不喜欢她飙车 她就慢慢戒掉了 我不喜欢她骂人 她就再也没当着 我的面说过脏话 我喜欢去一家老店里 吃葱油面 后来那家店的老板 要停业回老家 家家特意花钱 去找那老板 学了葱油面地做法 时常做给我吃 实习结束后 她总是说 以后再也不去外地了 和我分开的日子 真不是人过的 大学刚毕业 她就迫不及待地 跟我结婚 那时候 我们双方家里人 都不太同意 两边长辈 其实都名利 觉得差十几岁没什么 但没必要那么早结婚 可是家家不依不挠 一次次去我们家 找我爸妈谈心 另一边又去说服她的爸妈 那段时间 我觉得 她好像真的成熟了 她居然成功说服了 双方爸妈 让他们同意 我们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 那个介绍我去给家家 做家教的社友说 如果你们分开了 那我就不相信爱情了 很抱歉 打破了你对爱情的幻想 结婚三年后 我们离婚了 拿到离婚证 我果断删除 家家的所有联系方式 之前的那套婚房 留给了我 我直接联系中介 帮忙出售 那套房子里 太多家家的痕迹 我不想再住在里面 用了三天时间打包行李 我搬去了婚前买的一套 小公寓里 就这样 我开始了一个人的新生活 整夜整夜的失眠后 我发觉自己有些不对劲 我想自救 主动去找了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听了我 对过去的讲述 分析出来 家家的那番画画 还是影响到了我 医生告诉我 你该自信一些 他说的那些话 只是为了推卸责任罢了 是他出轨 你没有任何错误 我恍然大悟 原来在内心深处 我还是介意那些话的 我会下意识地想 会不会真的是我太寡淡 太无聊 太无趣 没办法给他带来新鲜感 他才会出轨 可是 医生说的对啊 我为什么会陷入这样的自责 有些人就是天生 道德感低且不知足 哪怕对象是 实权实美的帅哥 他也会出轨 难道要责怪他 对象太完美 让他产生自卑 给他压力太大 他才逼不得已去出轨 犯错误的人 永远会给自己找借口 对 我没有错 我性格温和 情绪稳定 包容内敛 这些都是优点 而不该成为 让我反思的地方 我值得更好的人 看完心理医生后 我终于能每天晚上 一梦到天亮了 一天晚上 我正准备睡觉 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的号码 我还是接了起来 喂 你好 对面没有吭声 我瞬间明白过来是谁 立马挂了电话 一个星期后 我接到蒋淑仪的电话 她支支吾吾告诉我 家家要和杨一轩订婚了 邀请我去参加 我不认为我和她 还有继续联络的必要 说完我把蒋淑仪的电话 也拉黑了 一天晚上 我从超市回家 看到大门口蹲着一个人影 我吓了一跳 正准备转身逃走 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哥哥 是我 我慢慢转过身 你怎么在这 我今天订婚 哦 那祝你们幸福 家家的声音沙哑的厉害 哥哥 你不要我了吗 我不明白 都走到这个地步了 她怎么还在问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跟谁在一起 是你的自由 我开门的时候 她慌忙过来 抓住我的手 我没有跟杨一轩订婚 我骗你的 跟你离婚后 我就让她离开公司 再也没跟她见过面 我让蒋淑仪告诉你 今天我订婚 只是想看看 你会不会出现 我等了一天 你都没有来 哥哥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你很离谱 恕我无法理解 你的脑回路 我冷笑 你出轨了 背叛了我们的婚姻 为什么还做出一副 被抛弃的可怜样子 是你选择 结束了我们的关系 我没有 她拼命摇头 我不想这样的 你的意思是 你出轨了 还想继续我们的婚姻 你知道我的性格 我眼里不容煞 在你踏出那一步的时候 就该想到结果 我只是 只是觉得新鲜 好玩 我没想过 要跟杨一轩一直在一起 你那么善良 你说过的 我犯任何错误 你都会原谅我的 我是脾气好 但我也有底线 佳佳 你不能因为我总是包容你 就肆无忌惮地欺负我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一通指责的话 我陷入了自我怀疑 我的心里出了问题 整夜失眠 你对我造成的伤害 我无法原谅 我不知道 佳佳茫然地看着我 我挣脱开她的胳膊 走进屋里 狠狠关上门 半个月后 佳佳的妈 我的前丈母娘 打电话给我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 她以前对我一直不错 隐名势力 算是个好丈母娘 成佑 我知道现在不该打扰你 但求你体谅我 身为母亲 关心孩子的心情 你能来医院 看看佳佳吗 医院 她怎么了 她出车祸了 受伤严重 但她不肯配合治疗 我思考半晌 好 病房外 老远都听到里面传来的怒吼 滚 都别管我 我活该 我推开门 一个枕头迎面砸来 我伸手接住了枕头 哥哥 佳佳欣喜地望过来 随即又变了脸色 对不起 我不是要打你的 我以为是别人 我环顾凌乱的病房 拖了把椅子坐下 别人 是指谁 你爸妈 你朋友 还是公司的员工 你曾经问过我 为什么脾气总是那么好 从来不发火 以前 我顾及你的面子 没有说实话 现在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 我是一个成年人 是成熟的大人 发脾气不能解决问题 我认为 动不动就情绪爆发的人 只能显露这个人的幼稚和无能 佳佳靠在病床上 表情无错 我知道了 你说的对 是我不好 我不该发脾气的 哥哥 你不喜欢我发脾气 以后我改 怎么出车祸的 我问 他低着头 像个犯错的孩子 老实交代道 就是 今天开车时 后面有个人非要超车 我气不过 就跟他对着来 我别了他两次 拐弯时没注意到旁边来的车 就撞在一起了 你不觉得荒谬吗 你不是15岁的中二少女 这种在马路上一起用事 不把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当回事 你认为很酷 我也不知道 当时怎么就冲动起来了 哥哥 如果你坐在我车上 今天这件事 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你想想 我们在一起后 我是不是从来没做过 这种冲动的事 家家哀气地望着我 离婚后 我才发现 只有在你身边 我的脾气才会变好 你总是那样温柔如水 不急不躁 像春风一样 让人感到舒适 再愤怒再暴躁 只要看到你 所有的怒火 都能马上消散 他回忆起来 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那天 我打游戏跟人吵架 心情很糟糕 看着你一本正经地 跟那人讲道理 说不要讲脏话 你温柔的双眼 脸颊的酒窝 淡淡的笑容 仿佛有魔力一样 能让人平静下来 不管是游戏里的那人 还是我 同时都被你抚平了心情 那时候 我就决定 不能把这个老师赶走了 我要把你留下来 因为我喜欢和你 待在一起的感觉 我淡淡笑了 你还记得离婚时 对我说的话吗 你说我无趣 说早就受够了 跟我在一起 还说 跟我一起生活就像白开水一样 寡淡无味 佳佳的脸色猛得煞白 他慌忙摇头 对不起 哥哥 那都是假话 我当时太气了 我就是嘴硬逞强 想给自己挣点面子 眼泪缓缓从他眼角滑落 有时候我为了可笑的自尊 会忍不住张口说胡话 那根本不是内心真正的想法 我怎么会不喜欢跟你在一起呢 怎么可能腻呢 我第一见你就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 大学实习时 异地的那几个月 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身边没有你 我感觉每一天都在煎熬 和你离婚后 我再也不敢回家了 走进屋里 面对空荡荡的房子 我的心口像破了一个大洞一样 嗖嗖吹着冷风 我害怕那种孤独的感觉 只能每天在外面游荡 把自己隐匿在热闹的人群里 我才稍微有点安全感 我轻吃 没离婚的时候 也没见你那么喜欢待家里呀 你那时候 不是想方设法对我撒谎 抽时间去陪你可爱的弟弟吗 家家苦涩道 是我蠢 这些年 我们天天在一起 从来没分开过 让我忘记了跟你分开的感觉 也忽视了你的重要性 你是我身边空气一样的存在 低调却必须 把你弄丢后 我才发觉没了你 我根本无法生存 这世上没有谁离了 谁不能活 我已经没耐心继续听他的忏悔了 站起身 成年人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 家家 别再任性了 你还有关心你的父母 别让他们担心了 走到门口时 家家大声说 好 我答应你 我会变得成熟 理性 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我没有回头 大步离开 家家身体康复后 开始频繁出现在我面前 因为不用上班 我每天出门时间不多 但我做息规律 每天早上六点半 准时出门跑步 在我经常跑步的河畔 常常出现家家的身影 他并没有前来打扰 只是不紧不慢地 跟在我身后跑步 这样 我也没法指责他 只能当作没看见 一天早上 我正在跑步时 前面不远处 有一位老太太在慢走 老太太咳嗽了一下 她从兜里掏出纸巾擦鼻涕 这时 一张粉色的纸状物 从她兜里掉出来 如果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一百块钱 老太太没有察觉 继续慢慢走着 我正要跑上去叫她 旁边忽然窜出来 一个年轻女人 捡起地上的钱 就揣自己兜里 喂 那钱不是你的 我大声喊 老太太听到声音回过头 奶奶 刚才从你兜里掉了一百块钱 被这人捡走了 我指着年轻女人 随即又对她道 赶紧把钱还给人家 老太太摸了摸自己的衣兜 满脸紧张 我的钱丢了 年轻女人耍无奈 我可没捡别人的钱 那是我自己的钱 刚才不小心掉地上了 我自己捡起来了 怎么了 好 那你待会儿跟警察也这么说 我说着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年轻女人脸色一变 伸手就要躲我的手机 我他妈看谁敢报警 这时 从旁边伸出来一只胳膊 一下子挡开了年轻女人的动作 佳佳低头看我 没事吧 我摇摇头 他妈的 谁多管闲事 老娘 女人正要发狠扑过来 看到比他高半个头的佳佳 声声止住了动作 晦气 他甩甩胳膊就要离开 站住 佳佳堵住他的路 把钱还给人家 有病吧 你们 又没拿你们钱 老娘今天就不给女子嘴里吐出一连串脏话 佳佳上去别住他的胳膊 让他无法动弹 又转头对我道 报警 我错了大哥 我喊给他还不行吗 男子连连告扰 佳佳松开他 他从兜里掏出那一百块钱 递给老太太 然后一溜烟跑了 老太太跟我们连连道谢后 也离开了 佳佳温柔看着我 没吓到吧 我好奇地看过去 你变了 变得比以前成熟了 他轻笑 是吗 我点头 以前这种情况 你肯定会一拳砸上去的 现在可以呀 居然能忍着没揍他 不错 我记得你的话 不会再任性的 他盯着我 哥哥 我说过 会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都过去了 我看向远处 佳佳 我们都该向前看 佳佳好像认真的想要跟我复合 我现在连出门吃早餐 都能碰到他了 在水果店里 我多看了一眼车梨子 回家后 很快就收到了 送上门的整箱的车梨子 他的行为 已经对我造成了困扰 为了结束这样的状态 我决定出去旅行 我是自由职业 可以说走就走 家家却不行 他有工作有公司 不能随意离开太久 终于可以摆脱他了 我狠狠松了口气 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间 自由徜徉 我感觉整个人心胸都开阔了 游到大理时 我碰到了一个熟人 我曾经的心理医生 顾曼 简单交谈后 我们发现 彼此接下来几天的行程 是重合的 就决定结伴而行 几日游完下来 我和顾曼相谈甚欢 我发现 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很相似 他告诉我 他也是性格温和 几乎没有发过脾气 我问他 为什么这么情绪稳定 他说 从小到大就是这样 任何事在他眼里 好像都没什么大不了 不值得发火 能解决的 就想办法解决 不能解决的发火 也不起作用 他说 我笑起来 太巧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和顾曼的相处 很和谐 很舒适 我们两人好像有一种 莫名的默契 我一个眼神 他就知道 我在表达什么 通常 两人相识一笑 就能读懂 彼此眼里的含义 游完大礼后 离开的那天 我竟然生出了 不舍的感觉 到机场时 我还心神不定 感觉脑子里乱糟糟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 无法安定下来 转过身时 看到熟悉的身影 我顿时心情明朗 顾曼笑着朝我走来 我把行程改了 接下来同你一道 欢不欢迎 我连连点头 和顾曼结婚的前一天 佳佳来找我了 她对你好吗 她眼睛通红 嗯 很好 我们性格很合适 都是情绪稳定的人 以后估计连假都不会吵 我笑着说 佳佳笑比哭还难看 我现在才知道 一步错步不错 原来 她错路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我叹了口气 我能走出来 你也一定会的 她摇摇头 不会的 佳佳 我们两人的性格 真的不合适 水和火 是不能强行凑在一起的 我可以改啊 我也能变得情绪稳定 变得成熟理性 放下吧 我相信 以后你也能遇到 真正喜欢你的人 她会欣赏你的小脾性 爱你的一切优缺点 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佳佳落寞地点头 祝你幸福 她刚离开 顾曼捧着一束向日葵走过来 晚上我们去吃海鲜粥 嗯 我笑着点头 为什么买向日葵 路过花店 发现这束花格外灿烂 就像我的心情一样 所以就买下来了 不是送给我的呀 我故意收起了笑容 明天你能看到满场的红玫瑰 就不要这么贪心了 我帅气的新郎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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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